你 那还有东西在动 没什么了 瞧你紧张的 那 那什么东西 不过就是一条蛇而已 你胆子也太小了吧 它这个特别的 想起来 你帮他 信心 我们现在 他的动物 你以为他 把他的动物 把他感到 出现了 我 封面大 那 你 我 你好 白锦天 陈教授 我觉得 你应该带那位旅友去参加一档 惊悚故事类的栏目 而不是来找我 那位尹先生告诉我说 他看到九头蛇的时候 我也以为他在编故事 或者他看眼花了 可是接下来 他递给了我这个 这是他事后返回县场 在草丛里找到的鳞片 确实不属于现在已知的任何生物 所以 你是希望我和你一起去明灵山 找到这种神秘生物 我现在年纪大了 身体又有病 现在的学生又年轻 去明灵山这些与世隔绝的地方 我怕应付不过来呀 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 所以我才来找你 如果真的能在自然界中 找到这种生物 不仅可以改写生物进化石 说不定 对你现在正在进行的基因研究 也会有所帮助啊 如果小夕还在的话 她一定会很想去 慢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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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是九头车跟上咱们了吧 油口 你走 sche 孟 别开就是我 怎么是你啊 我不是叫你留在实验室吗 你怎么跑出来的 老大 你不能这么偏心 进山考察这么好玩的事 为什么只叫红香不叫我呀 我们不是来玩的 你知道这山里有多危险吗 你一个女孩子 女孩子怎么了 陈江是个学生不也是女孩子吗 我不管 我坐了好几个小时的飞机 又坐了好几个小时的大巴 坐了这么久的路 闲心万苦走到这明临山脚下 我一定要和你们进山去 老大 这丫头太嚣张了 待会儿帮你收拾头 干你的货去 你偏心 去吧 安静 安静 请大家随时带好 防虫防蛇的药物 紧跟向导老元 禁止擅自离队行动 六天之后 司机老张 会在我们约定的地方接我们 我相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 这次行动 一定会有所说法 走 一条假蛇就给你吓成这样了 你怎么跟我们进山啊 虎翘 严肃点 救你使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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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后不早了 准备出发 查看 女朋友 探紧 丝为 危险 哪个王八蛋把贾神扔这儿呢 明灵山连绵几十公里 周围全是原始森林 人烟稀少 与世隔绝 按照计划 这次我们会在明灵山待六天 主要是为了寻找九头蛇的踪迹 并协助尹先生搜寻失踪的申令律师 明灵山人际罕至 十分危险 大家一定要注意 自我保护 小心点啊 走 走 好漂亮 别动 干吗呢 老袁 吓我一跳 我不是摘狗花们至于拿刀跟我比划吗 你可千万不要小乔这玩意儿 要是被他咬一口 不死也得要你半条命 我跟大家说啊 这山里的毒虫子特别的多 想要活命啊 就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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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